接下來這個問題提到黃金奈米粒子的半徑是1.44奈米 而粒子中會有多少個晶原子 那這裡提供給你的訊息有提到說 晶原子的半徑是0.144奈米 所以他要問你說這裡面可能會有幾個晶原子 那我們不要忘記了 一個黃金奈米粒子它是一個立體的 我們不能直接用長度去做判斷 那通常粒子它通常是一個球形的構造 或者是可能是不太規則或是規則的球形 那在這個狀態下它是一個立體的結構 所以我們在考量它的倍數的時候 我們不能只考量到直徑或者是半徑一個維度 我們必須要考量到三個維度 譬如說如果是球形它的體積會是3分之4πR三方 所以如果我們以長度的考量來講 那黃金奈米粒子是1.44奈米 那這樣的話會是10倍 那可是你如果變成是以體積來考量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到不管你是什麼形狀的體積 你在計算的時候都會用到長度的三次方 如果是像球形的話就是3分之4πR三次方 那如果你今天是立方體就是邊長的三次方 如果你是一個長方體就是長層寬層高 也是長度的三次方 那這裡就會變成長度的10倍的三次方 所以它就會是10的三次方倍 所以這一題如果你發現到黃金奈米粒子 它的半徑會是金原子的10倍 那它的體積就有可能會是10的三次方倍 所以在這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就推測大約是10的三次方 大概會有1000個原子 所以我們這一題要選擇的是C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調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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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谢谢观看